這就過分的了 他自己檢討吧 正言法師是對社會非常有智者 非常有智 然後有善意有善心 對社會非常的照顧 他對我非常的親切 跟非常的照顧 在買疫苗或買疫苗期後 我跟他也視訊過 也親自也拜訪過他 也跟他一起用過早餐 沒有所謂什麼翻臉的事情 正言法師對社會非常的愛護 我想都沒有什麼說謊問題 一個進貨 那就在機艙裡面 做了一些相關的整理 就是這樣子 那至於說誰怎麼樣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知道那麼清楚 但是都是合法合規合約 在做相關的事情 我想立法員有立法員的職責 那不過就是說 不要問過以後又忘記了